凡事都要向前看 眼下的时局 也许 正是我们东山再起的时候 这次上海金融风潮 虽然失败了 难道 会比我们丢失南京更可怕吗 我又中了 毛泽东的计了 好 欢迎蒋介长 祝蒋介长生理与严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全体都有 听我口令 坐下 同学们 下面 我们有请蒋院长 亲自为同学们授课 同学们 今天 是我六十三岁的生日 但作为 革命实践研究院的授课老师 今天 我只希望大家 能认真听课 而不搞什么 祝寿的活动 好不好 好 在我授课之前 在我授课之前 我要先宣布一项决定 由于我国事繁多 现由陈诚先生代理 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院长之职 现在收课开始 我在台湾等着你 和我们国民党 和我们国民党 用三民主义的民主主义精神 打败了日文人 可是共产党 用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 跟着有气填着策略 打败了我们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民问题是根本的问题 解决不了农民问题 一切都会失去基础 我现在学习共产党 在台湾 开始搞土地改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证明 解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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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决